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大家都出去吃饭了 怎么贝贝一个人在这吃泡面 贝贝 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有困难就跟我说 会尽量帮助你的 困难 没有啊 老板 那你为什么中午就只吃泡面啊 这个呀 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考试成绩好 我妈妈就讲说我吃泡面 所以我特别喜欢吃泡面 现在工作忙碌 中午想吃点轻松的 就想起这个习惯了 原来是这样 真有趣 打扰你了 没关系 老板 那你继续吃吧 这次的优秀员工获得者是贝贝 来 这是你的奖金 恭喜你 谢谢老板 对了 从今年开始 优秀员工获得者 有七天的代行年假 你可以好好安排一下 七天代行休假 太好了 我打算回老家 都陪陪我爷爷奶奶 陪老人挺好的 谢谢老板 我回老家一定代行特产给你们 老板 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特产 给你尝尝 乌工不受禄 这怎么好意思啊 只是感谢您给我的七天代行休假 因为我有时间陪陪我爷爷奶奶 他们很高兴 可以让我带这次传给您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爷爷奶奶身体还好吗 他们都挺好的 没硬老 那就好 对了 这是我爷爷奶 特意准备的小礼物 还有小礼物啊 不是什么做这种东西 我们那里这种东西很多 你家里还有很多珍珠 对啊 是南洋珍珠 南洋珍珠 你可价值500美元